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十二月八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為您介紹的是王立強叛逃案的最新進展 這裡我們要看到的是來自澳大利亞金融評論的一篇最新深度報導 文章介紹說中國政府對叛逃者王立強提出的欺詐指控中的關鍵人物 與西南威爾市腐敗監督機構標記為可疑的價值五萬澳元的工檔捐款相關 悉尼商人舒欣證實他在今年四月對王先生提出了起訴 而目前這一項起訴正在接受上海警方的調查 舒欣先生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澳大利亞金融評論說 我確認自己是這起欺詐案的受害者 但是他拒絕回答有關悉尼舉行的中國勞工之友晚宴上 有關二零一六年捐款的問題 西南威爾市州反腐獨立委員會預計將把這筆捐款案件提交給澳大利亞選舉委員會 舒欣先生與正在澳大利亞尋求庇護的王立強先生的關係 使得這樣一個傳奇故事更加引人入勝 而如今這項捐助已經使得房地產開發商黃向墨陷入了麻煩 舒欣與王立強的欺詐案對於中國政府的努力至關重要 王立強先生聲稱北京從香港和台灣到堪培拉從事廣泛的間諜活動 舒欣先生還說他在對王先生的妻子也提起欺詐指控 但是澳大利亞金融評論選擇不透露其姓名 而對於舒欣先生來說 欺詐指控是他七年前在悉尼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以來 本來就已經豐富多彩的生活中的最新篇章 現年三十歲的他那個時候是澳大利亞華人工人協會的學生組織者 這樣一個組織由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部監督 同時他還是工黨議員馬特的辦公室人員 並為萊德市的副市長西蒙州的黃金公司工作 而其中的一家公司以為為繳稅款二百三十萬而倒閉 而在十月廉政公署透露 西南威爾市工黨官員在二零一六年中國勞工之夜晚宴上被捐贈了五萬澳元 當時不知道捐助者是誰 而在八個月後收到了有包括西蒙州先生 還有淑欣先生在內的八位捐贈者的名單 淑欣先生現在針對王立強的一項欺詐訴訟 要求賠償九十五點五萬澳元 而王先生聲稱為一位中國間諜老闆工作後 現在正在澳大利亞尋求政治庇護 中國政府已經利用淑欣先生的欺詐案 作為抹黑王立強先生的一種機制 對其涉嫌的間諜老闆向欣以及黃湘默之間的會議 正在進行相關的地印進一步調查 而黃湘默在澳大利亞已經被取消了永久居留權 該案以一項商業計劃為中心 計劃將利用淑欣先生的BFJ集團公司的產品 將在中國市場生產的德國豪華汽車 作為向澳大利亞的進口產品 並且向香港市場轉移 該計劃要求融資人和在中國有聯繫的人 來解決政府轉售汽車方面的障礙 而根據叛逃者王立強先生說 淑欣先生說他有機會獲得黃湘默的支持 黃準備對該計劃投資兩千萬美元 而合作夥伴後來陷入困境 從來沒有進行過這項投資 而為了證明他的財務資源與黃湘默的關係 淑欣先生於去年十月三十一日 從其澳大利亞的銀行向叛逃者王立強先生 轉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內容是一筆不相關的轉移款項 而該電子郵件使用了銀行已經不再使用的 電子郵件地址和格式 但是在當時發送時是最新的 他說十月三十日黃長然 也就是黃湘默的另外一個名字 已經向BFJ trading賬戶中支付了六十萬美元的銀行支票 而淑欣先生於二零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公司 BFJ trading的轉讓備注是淑欣貸款 淑欣先生已經向澳大利亞的時代報證實 叛逃者王立強先生使得自己與他的老闆向欣先生取得的聯繫 目前沒有建議說在與黃先生聯繫時 淑欣先生知道或者是參與過涉及黃先生的任何影響力行動 而王立強聲稱黃先生隨後與向欣先生舉行了幾次會議 王立強表示黃湘默遇到了問題 需要向欣的幫助才能在其他國家開展業務 而為了回應王立強先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間諜說法 中國大使館發布了一份報告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上海警方對王立強先生展開調查 據稱王先生通過假投資從一個姓豎的人手中 騙取了四百六十萬元人民幣 也就是九十五點五萬元澳元 涉及汽車進口的項目 而在香港八十底新聞網站上 首次披露了術心的全名在澳大利亞的歷史 以及對傳奇人物事件的參與 這樣的網站呢是由星島日報部分擁有的 報導還說 術心先生認為他正在與一名中國國家安全官員打交道 後者可能會幫助中國出口汽車 如果屬實 這表明術心先生不僅相信王先生 而且相信他的老闆向欣先生是中國國家安全人員 或者是與安全部門有聯繫 而向欣盛的香港公司否認與王立強有任何聯繫 而黃湘默先生也發表了十三條推文 抨擊有關王立強提出庇護申請的報導 並聲稱自己並不是所謂間諜活動的中心 我甚至不認識向欣 黃先生發推文說 而王立強是個騙子 在確認與王立強的糾紛時 淑欣先生拒絕回答有關於澳大利亞金融評論的進一步問題 而上個月他對時代報表示 他與黃先生沒有財務關係 當他被問及他的兩家公司在二零一六年中期 向工黨捐款超過十八點五萬美元時 而黃先生於去年十一月被取消了澳大利亞簽證 現在是廉政公署的調查對象 據稱他於二零一五年向西南威爾士州工黨 非法捐贈了十萬元 而廉政公署的調查將於周一重新啟動 中國政府還聲稱 王立強先生被判犯有兩萬五千美元的欺詐罪 而官方媒體發布了有關他在二零一六年十月受審的視頻 而這個歷史兩分鐘的視頻是剪輯了三十九分鐘的十三個序列 這些序列呢被編輯在一起 同時帶有圖像增強的痕跡 也有人對於影像清楚地顯示了王先生的臉孔的兩秒 提出了質疑是否是王先生本人 下面呢要為您帶來這套消息 與中美關係有關 來自英國金融時報 文章介紹說北京已經下令所有政府機關和公共機構 在三年內刪除外國計算機設備和軟件 這可能對惠普戴爾還有微軟等公司造成打擊 該指令是首個公開指令 針對中國買家的具體目標是轉向國內技術供應商 並且與川普政府為遏制在美國及其盟友中使用的中國技術 而做出的努力而相呼應 此舉呢是中國對於國產技術依賴程度更廣泛擴大的一部分 並且有可能引發中美脫鉤的擔憂 造成中美之間供應鏈的切斷 而今年早些時候 華盛頓禁止美國公司與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開展業務 並在尋求幫忙向歐洲競爭對手提供其他選擇 美國最近提出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將審查外國競爭對手向美國的技術銷售 並且一直在敦促歐洲盟國將華為凍結在5G基礎設施項目之外 經濟公司中國證券的分析師估計 根據中國發布的指令將需要更換到兩千萬至三千萬個硬件 從明年開始大規模進行 他們補充說替代政策將以二零二零年的百分之三十 二零二一年的百分之五十和二零二年的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進行 從而為這個政策贏得了三五二的綽號 而分析人士指出該命令是今年初由中共中央辦公室發出的 儘管中共中央辦公室的政策文件是機密文件 但是兩家網絡安全公司的員工告訴英國金融時報 他們的政府客戶已經對政策進行了描述 這些員工要求保持匿名 因為這樣的信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 三五二政策的推動使中國政府機構和關鍵基礎設施運營商使用安全且可控技術手段的一部分 正如在二零一七年通過的網絡安全法中所規定的那樣 顧問公司歐亞集團的保羅特里洛表示 與以往要求技術自給自足的努力不同 美國最近的制裁使得這樣的項目更加緊迫 特里奧博表示中國的三五二計劃只是最新矛盾的一部分 他表示目標非常的明確 而傑夫瑞的分析師估計美國科技公司每年從中國產生收入高達一千五百億美元 儘管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私營部門的買家 這樣更換的步伐可以說是雄心勃勃 在該公司收購了美國巨頭IBM的個人計算機部門之後 中國政府辦公室已經傾向於使用聯想的台式計算機 但是分析人士說由於大多數軟件供應商都為美國流行的操作系統開發產品 比如微軟的Windows還有蘋果的MacOS 因此很難使用國內的替代軟件來代替 儘管微軟在二零一七年與中國合資企業確實生產了Windows十的中國政府版 但是中國網絡安全公司現在表示政府客戶必須轉向完全由中國製造的操作系統 中國自己製造的操作系統比如麒麟OS的開發商生態系統要小得多 但是他們可以開發相互兼容的軟件 定義中國製造也的確具有挑戰性 儘管聯想是一家在中國組裝許多產品的中國獨資公司 但是其計算機處理芯片由英特製造 而硬盤是由三星製造的 另外一位網絡安全分析師表示 三五二政策的影響可能很大 因為政府可以控制該政策所涵蓋機構的採購 分析師補充說對於私營公司 讓我們看看政府的命令是什麼 因為投資代價非常的高 他們不會主動希望使用替代方案 接下來這條消息與香港問題相關 一起來看到的是來自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根據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鄭若華女士一直想在倫敦停留 並且辭去政府職務 直到被北京命令回家 在周四晚間向香港證券交易所提交的一份文件中 由鄭女士的丈夫創建的工程服務承包商表示 反不當競爭委員會的代理人 在周三訪問了其全資子公司的辦公室 這一家工程服務承包商的名字是Analog Holdings 而這一家全資子公司呢是ATAL Building Services Analog表示該調查與過去四年中的某些交易有關 而Analog表示正在尋求法律意見 並且正在合作調查 而委員會確認其官員進行了搜查辦公室的行動 鄭女士現在成為了抗議者的目標 因為她在推動逃犯條例立法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這樣的一個立法呢 本來是可以將犯罪嫌疑人從香港引渡到中國大陸進行審判的 在六月的時候她為此道歉 而鄭若華女士於十一月十四日前往倫敦進行正式訪問 她將在一次有關於仲裁的會議上發言 主題為演變中的混亂中尋求秩序 投資者與國家之間的爭端解決 但是她被困在會場外 香港反政府抗議者圍住了她 並且打傷了她的手臂 迫使她尋求治療 她說中國駐倫敦大使館隨後安排她經北京返回香港 並且在北京接受了健康檢查 而香港人來到北京求醫非常少見 這呢也引起了大家的懷疑 鄭女士於本週抵達香港機場時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對中央政府和中央領導誠摯感謝 感謝他們的關心和支持 而當被記者問到她為什麼不返回香港接受治療時 她說中國駐倫敦使館已經安排我返回國家 返回我國的首都北京 而鄭女士的辦公室否認她計劃辭職 或者是北京下令讓她從倫敦返回香港 而去年律師前法官鄭若化女士 遭到了親民主的立法者的抨擊 此前她所在的部門放棄了對香港前領導人梁振英的聲音 有往來的調查 她此前也曾經面臨其他指控 比如她擁有的豪華物業中有未經授權的建築工程 下面再要為您帶來的是跟中國經濟相關的一條消息 近日經濟學界開展了保六大爭論 在今天舉行的第十七屆中國改革論壇上 金融四十人論壇的學術顧問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士錦 以用刺激性的辦法保六還是用改革的方法文武為題 發表演講指出 認識這一問題需要澄清兩個基本事實 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中國過去近十年經濟增速的回落 第二個問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能不能改變增長階段的轉換 對於第一個經濟形勢的問題 劉士錦認為近十年中國經濟的回落是增長階段的轉換 從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五年中國潛在的增長率基本上在百分之六以下 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之間 我們增長的增長階段的轉換是符合規律的 下一步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在百分之六以下 而對於第二個政策取向的問題 劉士錦指出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還是比較偏鬆 如果政策放得更鬆 試圖用一種刺激性的政策達到超過潛在增長率的增速 實際上是飲吃貓糧 刺激性的政策有可能成為以後出現經濟真正斷崖式下跌的一個誘因 他說這是目前特別需要警惕的 劉士錦還指出保六爭議需要認清的一個事實是 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後 在過去近十年開始逐漸回落 近十年的回落很難用一般的周期波動理論來解釋 而是一個增長階段的轉換 從過去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長轉向將來百分之五左右的中速增長 劉士錦這樣說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增長階段的轉換呢 劉士錦給出了四方面的解釋 第一是工業化階段重要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 在他看來歷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整個工業化二三十年 甚至是上百年歷史進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是增長速度最高的區間 過去支持高投資的三大需求來源的房地產峰值出現在二零零三年 而基建投資峰值在二零零六年出口峰值在二零一年左右出現 而在歷史需求峰值出現以後 經濟增長就會進入平台期 開始出現逐步回落 第二呢是人口和勞動力結構的重要變化 從二零零二年開始十五歲到五十九歲的勞動年齡人口 每年至少減少二百萬人 而最近幾年減少的數據是四五百萬人 而就業人口總量從二零一八年開始下降 第三呢是可利用的技術減少 中國現在已經形成了全世界最為齊全的工業門類 而且已經在部分領域並跑和零跑 實際上這也反映出我們可以利用的技術已經明顯減少 第四呢是資源環境可承受的能力達到了臨界點 劉士錦表示資源消耗碳排放量已經接近歷史峰值 環境容量大幅收縮 部分地區影響超過臨界值 最為明顯的就是霧霾天氣的影響 劉士錦指出從國際經驗來講 日本韓國以及台灣都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 當人均GDP達到一點一萬美元時 增長都由高速轉向中速 其中日本的經濟增速在七十年代初期 直接降到了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四點五 而韓國呢在九十年代後期直接降到了百分之五左右 而中國台灣的經濟增速也出現在八十年代的後期 由百分之十降到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 他說我最近組織了一個團隊 一直在研究潛在增長率的問題 後來算出來從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五年 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基本上都在百分之六以下 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之間 劉士錦認為保六爭議需要釐清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貨幣政策財政政政策等宏觀政策 能不能改變增長階段的轉換 劉士錦提出的一個判斷是 宏觀經濟政策不可能改變潛在的增長率 在他看來 只有當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時 放鬆宏觀政策才有可能生效 而近期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呼籲貨幣政策放寬的呼聲比較高 在劉士錦看來 近年來中國貨幣政策總體上是比較寬鬆的 前些年為了穩增長加槓桿 出現了槓桿率過快上升的情況 因此到目前為止中國並沒有出現 由於貨幣政策過緊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 此外脫時向需貨幣政策傳導不暢 民營及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屬於結構性體制性問題 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 很難影響改變這些問題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 宏觀政策並不僅 總體上還是比較偏鬆的 如果想繼續把貨幣政策放鬆 放得更鬆 用一種刺激性的政策 試圖達到超過潛在增長率的增速 實際上是引之寶良 同時他還指出透支未來增長潛力 短期來看能把經濟硬撐到比較高的水平 但是之後一定會大起大落 而且某些時候一定會出現斷崖式的下跌 現在略低於百分之六的增速 可以顯現兩個翻翻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但是根據宏觀模型的分析 明年一季度後經濟很有可能再進入下行通道 所以明年穩增長的壓力和挑戰將大於今年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經濟增速符合中國現在的潛在增長率 而且要保持一個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長速度 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 難度也相當之大 一定要提出的是中國的基數每年都在擴大 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 像二零一八年中國經濟的新增量相當於一個澳大利亞 今後一兩年兩三年的經濟增量可能會相當於一個俄羅斯 中國經濟的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 提供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的需求 基建房地產和出口 這三大需求的來源的基本動能已經不足了 中國經濟的增量不再能夠依賴這三大需求來源 必須要激發與中速增長期相匹配的新的結構性潛力 否則百分之五的增速也不一定能夠保得住 但是我們看到由於存在體制機制上的束縛 不少新的結構性潛能看得見卻抓不住 於是劉士錦建議下一步特別是從明年開始 重點要放到挖掘新的結構性潛能 還有改革政策調整上 應該著重做好六個事情 第一是通過城鄉要素流動 加快大都市圈的發展 第二是打破行政性的壟斷 改進低效率的部門 第三是促進產業內的優勝劣汰轉型升級 第四是以創新帶動高科技含量 高附加值的產業增長 第五是培育更適應中小微企業生長的制度環境 第六是傳統工業化方式轉向綠色發展 而劉士錦表示上述六點都與改革相關 都能夠激發新的結構性功能 但是也需要調動三個積極性 第一是政府官員的積極性 其次是企業家的積極性 最後是科學家的積極性 劉士錦還特別強調高質量發展還得摸著石頭過河 這是必須應該強調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論 要把機制問題解決好 各方面增長就都能夠得到充分釋放 推動中國經濟有活力有韌性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主要內容 希望您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隊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